好来看到秀林乡三镇纳谷新建工程 经过四次流标之后呢 在3月21号是顺利决标 为让部落族人了解工程的进度 24号秀林乡公所生命礼仪所 并且召开了部落会议 秀林乡长王玫瑰 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 以及部落族人都来听取工程的进度 预计纳谷墙在年底可以施作完成启用 秀林乡公所团队27号晚间召开三战部落会议 秀林乡长王玫瑰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 洛彦林生命礼仪所所长何温忠 部落族人们来听取生命礼仪所 说明新建三战纳谷墙工程进度说明会 比如秀林乡长王玫瑰亲自主持 同时也承诺今年将会施作完成 他的工程开工就是150天 150天 那我们还会因为施工完成之后 我们还要申请他的实用执照 你要让他能够考虑 你这个时间点会到什么时候 我现在也难以不定 但是我们就尽量就是能够 今年能够完工 今年我一定能够完工 如果可以是明年决定 一定让大家回来山镇扫墓 不要再到秀林那天扫墓 我只能跟大家这样做承诺 秀林下面代表会主席轮运表示 四年前在前秀林下面代表会副主席林一郎的推动之下 邀请部落族们召开会议 通过了智商同意前 过程当中可以说是相当艰困 这一次那股抢中要发报失作了 预计在4月19号举行开工典礼 所以我们三战是第一个 最没有位置最应该要优先盖的 所以当时我们跟我们的领长 还有一些干部 协会的一些干部 我们发起了 用委托 请大家签委托书 让第三次的会议终于成功过了 但是因为这当中我们取决 有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包含 刚刚校长讲的 有上了四层下面都是无名师的 在这些多花了时间去取决 再来又碰到那个林俊逸他们家里 挖到他的河墓 也因为这个案子耽搁了三个月 后来又发包了四次 终于发包出去了 那我前21号 也是礼拜六的时候 我去水源开幕 动工 我们三战应该是比水源最先的 但是因为很多的问题都耽误了 但是我们大家都忍耐下来 我们也希望赶快去做好 那当时的科医 还有我们的科长嘉文 被我们村民骂得要死 我都觉得这一路走来都值得 让最后的工程能够顺利 整个说明会可以说是相当顺利 新闻相当文会表示 工所也会安排在五月底 再次召开部落会议 而已经取决了主任们 优先来进行抽签 选取那股会位的位置 虽然新建三战那股墙 历经相当多的波折 10月19号开工之后 工程时间为期150天 完工之后还需要申请相关执照 才可以启用 预计最快年底就可以完成了 这个中文学校的大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